各位亲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嘉宏的资产解说 那么今天这盘棋也是我在野狐八段的对局 那我是拿白的 那一开始呢黑棋是走错小木 然后大飞手脚开局 那我在下面走一个高挂完之后粘住 那么准备来走一个抗区 这个定时黑棋就直接搬下面 那我搬下 哇这黑棋走得非常快 应该说这个布局套路呢都非常常见 所以可能他也都非常熟了 我这个布局的特性是黑棋一开始呢 就占据两个非常不错的脚 像左下角尤其是他这边真的是非常大 哎呦刚才讲了讲了 结果我没去断一下 我就直接贴了 哎呦这个没断一下 好像不是一个好的下法 因为我刚才在拐这个之前 我应该先断一下 结果顾着讲话忘记断了 不知道会不会产生什么差别 如果将来 将来他去拐掉的话 那可能我后续就断不到了 那我现在如果断 我现在如果断他会拐吗 我现在断他如果拐完 我再跳他吃 这样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样我这边留一个碰的东西 好像看起来有点怪 好算了我还是去断一下好了 哇拐了被他拐了 这个次序好像怪怪的 看起来非常不对 走错了走错了 这一下我可能也贴不到 因为贴的话他可能会搬上来 他这边已经吃成这样 我贴他搬上来了 这没法断去检讨他 哇走错定时次序啊 那也没关系我们就还是 其实还是得继续下 我左上先递个角 虽然左下走错一点小东西 不过应该棋局为时上早 好那右上先连扳取个角 左下这边就是我在拐这个之前 我应该脚上先断 那他基本上会吃或者拐 那他如果拐到我就跳 他吃回我就直接拆就行 那这个拐之前断他如果说吃的 那我再来贴完搬完厂走这几个 哦他这边直接要点进来哦 这个有点嚣张哦 不过我这边留一个碰的味道 我印象中白起是不是会想要补 走走来这边去补一下 补一下他碰的味道 不太确定 也是可以走走看 走一个试试 那他如果跳我就跟着这边再大跳出来 不过他也有可能会从这边过来 他刚才如果从这边过来 我是觉得好像比较好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下面这颗是可以顺势弃掉 然后再把这个贴起 其实他右边的发展应该是不错 他实在这样子反而会有点把这一块 走成孤起的感觉 因为我这边其实不好攻啊 他现在跳起的意思就是说 他想要攻这边 但是这块不好攻啊 他刚才这个跳应该要把它大飞起来 然后我不管说怎么飞还是什么的 然后他就把这颗 就暂时先摆着也都OK 结果他现在这边也不走 那这个被我震还是有点头痛吧 不过当然我这个被碰不可能脱先了 我这边要怎么下会比较好 上班还是下班 下班的话 下班好像比较好 上班他就搬进去 然后我断完走 变成说 方向转到左边 然后他转到上面 那这样应该不是我想看到的 我应该要走这个 他如果搬下去我就打算一粒 他如果要断我就可以拐完一吃 哎呦他刚才几乎都步步秒下 现在稍微 进入一点考虑 不过这手棋出了反班 还有什么别的下方 哦结果还是回到这边 对啊这边不出头的确蛮奇怪的 走一个怪飞哦 走一个飞 那我这边要不要下来 这个靠好像有点过分 被他长完贴断 是不是要尖一下 这骑行不知道走在哪 还是干脆不走 不走把他这个爆吃掉大吗 爆吃一个 嗯不知道大不大 还是我从这边飞出来 好像也还可以 这个飞出来后续这边再一飞 去压扁他 是不是也不错啊 因为主要是这边我有点不到怎么下 局部可能是尖之类的 但是又觉得好像不大 哦想说这一块起其实 并不保 我觉得不太怕他攻过来 所以拖个先 哦那这边飞到后续这边飞压 也是可以去压扁他这边 哦不然如果说这个不下 被人家贴到 那后续还可以扳一个先手 其实一出一入 你就知道那个差别真的是蛮大的 哦主要是他这个贴完 再扳到之后他这边 指力多了 那我这一块飞 就跳过去会撞到他那个墙壁 就有差 再回到这边扳 那我这时候再来打力 打完力 那他如果要断 我可能 吃也行吧 如果照本来定时吃也行吧 吃他就拐 他如果要拐 那我就虎完场 这样子我上面也太大了 我就单吃就行 如果拐完吃应该也可以 不过他这个跳 等于说他左边这么厚 他还可以省一手 哦实际就跟着他走 哦不过他这个再挡回 其实他左边也不小 我可能 后续还是要设法 要K进去哦 他如果要打入可能会先 点一点啊之类的 不然他这个如果直接这样一挡 就全围上了这太大了 先拐这个哦 看来他还是想要大围他左边的 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直接丢啊 这个东西我要不要直接丢啊 直接丢进去 丢进去他挡我就跳起来 然后拆个1啊之类的 不然这一排确实是蛮厚的 考虑一下 先点先打这个 应该都差不多啊 应该都差不多 因为他这个不太可能让我度过 他到度过他这边就 没东西了 还是直接打进去哦 就这样跳太小了 他人家跳 他还是可以围的不错 哎还是他有在想说这种肩充的 不这种肩充我可能就 然后爬 不一定爬的到 肩充吗我是要爬吗 也是可以爬哦 他下面先反扳过来 这两颗 我这一块很受搜刮 不过这边这个段特别大 他给我来一个契合 很有意思 下面这边我也是都一直拖先 右下左下我都一直拖先 这如果被他打进去确实也是挺薄的 还是我直接拖完立下 拖完立下他还是可以 顶完硬挡下来 其实度不过 度不过那就不想走了 不过这个拐真的被他长 后续还是有穿向眼啊 这个斑好像下得不错 飞过是骑吗 哇这个飞过看起来也是闹的不行 不是什么好骑 哇这个拐下得不错 现在这边有点不太会下 怪感觉就臭人家长 算了算了 该走还是得走 该走还是得走 那他如果长的话 我这边这个穿向眼 这穿向眼还是很严厉 好像还是得再多贴一下 或者跳一下 哦 哦他是要用斑的哦 斑的 哦斑的意思是说 我如果斑他长 那等下这边还是有个挖 挖我如果打 他这边有个打三颗是吧 想玩这个 他想要玩这个 我这边先叫我吃一下 哦我这边骑行确实被人家一拐之后 整个气非常紧啊 哦被对方揪住弱点 确实 我这感觉三颗是不能要啦 因为我再打 再打这不是骑了 这骑行烂到家了 这再打这骑行烂到家了 我应该是要反打我感觉 就气掉了 三颗气掉给他 没关系 他断我们这边还有病的先手 那就先不病吧 因为他也不会挖尺 挖尺被我冲回来了 他现在也只有要断吧 诶他还可以先断这个是吧 先断那个会比较好吗 他现在先断 先断我跑两下 他这边留一个斑 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 对他还说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 但我这一波也是蛮蛮可怕的 他这个搬过来我之后我整个骑行气都超紧 所以 真的不是很理想 他还是吃了 那我这边就先不病了 好 先把他飞出去 这边如果断完立下到底是什么 诶我现在这边多一个打的先手 是不是可以拖完立下 直接把他度过 但是这个度过会不会 所以其实太闹了还是怎么样 诶看一下 拖 拖完立下 他现在如果硬要挡的话我断 这边我会有一吃 那因为我这边多了一个打的先手 他这个顶不知道还有没有先手 他顶我可以硬挡住 好像还行耶 还是我拖过 这当然是一个比较隐忍的下法 但是这边捞过其实整个走后 然后木处也是有 这个拖完立下本身也是有木的 好像是还行啦 那 他这边后续还有一个这个 可以虐我的东西 或者是我刚才这不要拖 我抢这个断这一步 不知道好不好 也是可以考虑 接下来人家这边可能要虐过来了 我抢这个 黑旗还是强硬挡住 那我就只能断了 我挖打上来 我这么狠啊 这样子我就这边先刷上去 刷上去 这样子 吃一排 再粘住 再粘住 嗯 这样子 这样我这边还能脱先吗 这边一阵好像快死光 接一下 我这样子的交换到底是好是坏呢 感觉还是又亏了是不是 既然都亏了那就不走了 把这断了 这一块他有 有能力把我全部干掉吗 譬如说直接震住全部吃掉 震住我靠下 嗯 不知道我感觉也挺危险的 嘿嘿 不过我就先把这个给断了再说 这断本身太大 因为他这打不出来 这越打他死越多 所以 他也是要弃掉 我好像还可以再继续断 诶等下继续断他从下面打吃再打吃 我跑他可以 通常可以粘出去 就打吃一个然后粘出去这样 这样子那我要斑吗 这样子那我要斑吗 斑他就长一下我还得团打 有没有更好的吃法 或是我现在直接拖先 这起我敢直接拖先吗 他这个打吃打吃 好像拖先也不是不行诶 因为我现在斑一手被他长 我还得补 然后他当然就拖先了这边震过来 所以我可能就拖先算了 靠下 还是我要尖一个 尖一个然后全部救出去这样子 全部救出去哦 诶 搞不太清楚怎么下最好 先搞他这个 先搞他这个 不过搞他这个好像也不一定好 靠这个他如果搬呢 这都不知道下哪最好了 尖 尖他如果震过来我好像还是有点头痛 诶等下不会不会 我先尖好了 把他全部救出去 等一下哦先不要太慌乱哦 机会应该还有 只要这块走好 我觉得局面应该还是OK的 他直接从下面虎挡过 那这样我这边冲完夹 岂不是有先手 我这能冲完夹到那我还不错 当然冲他不一定挡就是 诶 他想都没想就挡 那我能夹到这一下 我处境顿时改善很多 他这手挡 他这手虎挡过没有必要吧 因为他这一块又不薄 我这样可以跳 当然他还是会攻过来吧 可能会震之类的 但我处境总是好上很多 我这个让人很想靠 但是靠他挖呢 从下面打 可能也只能靠 不靠也没其下 他如果能这样长被我粘住 那我太舒服了 肯定他不会这样下 一定是会挖 那我就在想 我如果上打能行吗 被他粘住这上下两个断点 我就粘这个让他挖打完 所以硬挡住这样 我现在也不太理想 他挖打 挖我应该打下面 打下面我还在打这个 应该只能打下面我感觉 应该只能打下面 那 是不是要贴一下的问题 我贴一下被他打出来一档 我打这个 哦 又有点看不太清楚了 先打一下然后贴这个吗 打下一贴是什么 9 8 7 6 5 4 3 2 还是我单力啊 单力好像也可以 他如果挡这个的话 那我中间贴一下 他如果要胡挡住 那我可以扳 扳他如果还顶 那我打吃滚包一坨之后 一段他中间死了 那这样他不行 他沾这个的话那我就沾了 这边中间 还是我先贴啊 贴的话他抽 打吃完挡住 他这边有一个段 让我不太好 那如果沾的话 他如果拐这个 我一尖 尖被他贴好像也不太小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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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 中斷他扛得住嗎 這邊我還有斷 單跳這一個 先斷 這場先手不過場當可以靠 還是說這樣子這一圖我也不一定 先斷了先斷了 他如果他應該只有吼出去那我長這個 他雙的話我可以跳 跳他可以走出去 那我好像用貼的才行 他現在吼的話我如果長他雙我跳不死他 對我跳不死他所以我就貼兩下 然後再把這邊罩住嗎 長應該不會比較好長邊要雙我跳 還是我用靠的 靠的也不太像 9 8 7 6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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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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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貼 他真的跳 那我最後一靠 靠完跳 再確認一下 靠完跳浪應該是死的沒錯 那我這邊能不能再多長一下 長那邊要跳 這邊有充斷 忘了不行 我如果先充一下 然後跳這邊後續立完 只要立完還是有一個充斷 應該沒必要 直接靠就好了 好 靠完跳吧 我現在只能這一招了 哇 這個 一個門風啊 應該是沒誤算啦 算是把他五顆給吃住了 這樣子 局面白心應該相當不錯了吧 這整個都安定了 然後中間鑰子死掉 然後這一塊他還得跑 這塊 不過他很好跑啦 虎一個先手 但是我拿到一個先手 左邊一斑 這個黑旗 局面應該是不大好了 剛才我貼的時候 他如果走中間 那我這邊飛過來 感覺他 也是 應該也是不太行 不過他如果用斑的 他剛才跳 用斑的 我就先斑一下 然後還是可以靠完 等一下喔 他這邊斑景氣的 要靠 應該還是可以 應該還是可以 往下跳 他想要活在我的空裡面 我這邊 我這邊要不要 欸 這怎麼下 有個充斷的味道 8 7 6 5 4 3 2 1 我用一次想想 前面都一直被人家攻擊 現在突然佔據優勢 有點不大會 長一下這個大嗎 因為人家他這個虎有先手 好啦 不然長一下 這個長應該是有關係到後保啦 還是要還是要走 他可能這邊要補個段喔 不然這個充斷太致命 點當然是你的 他現在應該會拼了命的搶控喔 不然他剛才這個被我一吃 木蘇應該是蠻吃緊的 欸 我這邊好像也不一定用班的喔 下班好像變成長丸擋住 我好像有可能上班 上班的話 這樣應該比較好 相當於直接斷在人家的身上 我要直接拼命搶控了現在 5 4 3 2 1 是說這邊這個衝到底是什麼 不過我這邊也還在想 這個班到底行不行 因為他斷完之後 他中間畢竟是有一些 借用嘛對不對 他這邊 我們剛才吃他5顆 但是也不是鐵厚 畢竟是有借用 斷的話他這可以打一排下去 他是要打一排下去嗎 這樣應該我不怕 隨時還是要提防一下 這邊5顆會不會被人家又溜回去 吃是遲到 但是這也畢竟是 石木的價值而已 還沒有說木數完全拉開 他這邊如果要衝過來的話 我這邊還是有一衝 我這邊還是有一衝 他粘住我一段 這樣他不行 對啊 那我要不要先貼 我先貼好了 這樣他如果吃這邊我一般 他下面也不行 好那我先走這個 他如果要立下 那我再從這邊衝 把他救回去 擋住 喔這樣還是有虎 這樣還是有虎 擠的話也不行 哇他這個 這個虎柱怎麼齊心這麼理想 這個扳柱啦 我還是要衝 那我再把這個給衝回去 中間這個是不是用斷的會比較好 搞不清楚 因為主要是這個斑被人家常玩 再擋住 其實沒有什麼所得 可以說毫無所得 好那我這邊再衝 他吃不到這幾顆 確實還是挺郁悶的 他現在沾了我就斷 他擋住 手氣 但是被我斷的話 他變成離身外守 就是裡面 雙火但外面兩個死了 那不行 這四顆吃住還是蠻重要 欸等一下 走這個 喔等一下不對 我衝都讓他沾住 這邊有虎過 欸不過他右邊 喔算了算了 我應該還是把這個 吃住最重要 吃住 然後這邊腳兔兩枯 他可以回家 不過我這個猴如果有仙手 在上面一點 也是會有一些保衛 我繼續飛 這邊我大概不理他了 這邊要斑了 因為中間五顆他如果現在 就回去對我來講 沒有厚薄的顧慮 就比較沒差 中間用斷的 7 6 5 4 3 2 左邊的定型我要再想一下 最後一次 斑 還是說我就下簡單一點 斑他斷的話 我就粘住 他如果要拐打 那我就從下面打 這樣好像也可以喔 我就把他下面的木給破掉 這樣好像比較簡明喔 如果他拐打我要藏出來 他被他爬 他這邊的戰鬥我也沒什麼把握 不一定有把握 而且還跟中間有扯上關係 好 那我就這樣下 這邊擠 他斷完我粘住 9 8 7 6 對 這樣子他這邊 哎呀 剛說就被他補掉了 欸等一下喔 這樣子我 打他一下 打他一下好像可以衝吃喔 不過這樣他這邊有一個力 我還是得補 對我這邊有一個擠啊 剛才露看了 擠的話他斷我可以粘住 這樣子 他就兩邊要死一邊 不過我下這一手 他剛才脫先了也是 也是 蠻大的 這手爆吃太大 7 6 5 4 3 2 他這個擠如果要補 畢竟也是後手啦 最後一次獨秒 他要沾然後我再沾這個 那他整個左邊 左邊脫先啦 這個更大 提完再吃 其實沒 沒 沒那麼大 這個左邊被我一端了 哇 剛才左邊脫先太大了 這邊立下會不會初期 立下完斷打 我是可以立下了 提中間好像有結位 7 6 不過他那個也太變態了 應該不太可能 4 還是只能沾 沾就沾 喔這樣黑棋應該是 就比較不夠啦 中間 吃了不少木 中間左上我吃了不少木 那剛才他又多花了手術在這邊 好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復盤一下吧 好 那最後簡單回顧一下剛才對局 一開始在左下這邊呢 我實在那時候是講說這個次序可能走不太對 因為我自己是比較習慣在貼之前 腳上先斷一下 那如果說黑棋拐完之後打次在這邊呢 那我這邊就不貼了 直接拆出 如果說黑棋是打在這個方向的話 那麼我再去走這個貼完搬後貼兩下 然後再拆邊 這個是我比較慣用的一個下法 不過實在這個單貼的下法其實也是有啊 只是我自己比較少下而已 那麼黑棋這邊的變化呢 他是虎一下之後 再拐二路 那麼白棋頭上打一下之後一飛 那黑棋這邊就拖線了 右上點一腳 那走成這樣子左下這邊呢 黑棋角控拿的蠻實在 那白棋就是走到外面 不過白棋這邊也還欠著斷 但是在布局階段 黑棋可能也不會往這邊去斷 太小了 另外剛才這邊呢 其實黑四啊 我自己也有看過一些 黑棋多長一下的變化 長一下再拐 那麼白棋搬 黑棋這時候斷一下 然後白棋可能就打算飛 然後黑棋再拐一個 這變化我自己也是有看過 好那實戰呢 這邊應該都還OK 只是說走到左下 黑棋這邊打吃一個補齊之後呢 我這邊應該要拆個邊 這邊沒拆的話可能 這一排還是比較薄弱一點 我這邊還是應該拆邊 那黑棋就拖先了 那接下來比較重要就是 在黑棋下面這裡打入的時候呢 我實戰印象果然是沒有錯 因為白棋應該要往這個方向去走 如果這邊太薄弱的一個棋型 不過決議推薦的是從低位走成這個 看起來還有點重複的棋型 不過這樣子 確實他的這個棋型是比較紮實一點 他這邊還蠻有趣的 在黑色尖過來之後呢 白棋又往這邊飛了一個 哇看起來是真的蠻重複的 不過這邊 決議他可能覺得說 這邊我們比較弱的一個地方 應該要把它補強一下 走的比較紮實才是比較重要 但是這邊被黑棋飛過來 這一塊應該也是 比較需要處理了 那他直接碰過去 比較清零一點 就這樣趕快出頭 那這邊出頭之後 黑棋這塊大概也得跑 也得跑啦 所以就是雙方互跑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地方被人家打進來了 白棋這個一肩跳 乍看之下好像蠻重複的 不過這個地方 還是應該要走的更堅實一點 才是比較好的走法 好那這一代大概是還好 接下來在左上這邊呢 右走了跟這個左下還蠻類似的棋型 但是呢 我實在那時候想說 黑棋這個拐紅下不錯 因為就是拐完之後 一般我這邊的棋型 看起來是蠻受傷的 不過決議這裡是推薦 黑棋應該要直接把這個擋住 這個擋住之後 他這邊的效率 如果被他圍起來 這個效率過高 所以說 這邊他應該要擋住才對 那這邊白棋倒是沒有直接丟進去之類的 那他是上面先拐 因為如果說黑棋讓他這一塊也圍起來的話 那黑棋圍這個就小壺見大壺了 不夠大 那黑棋這邊先跳 然後白棋就碰一個 這時候再來做一些清銷 那如果黑棋 譬如說他縮回去了 那這被白棋給反扳過來 那這樣子頭就被白棋壓過去了 所以他剛才這邊 黑五應該是反擊 對 上班 那麼白棋就反扳進去 這邊雙方就形成轉換了 黑棋一斷 那白棋這邊 把他舒服的破掉 但是黑棋這邊也產生一個空陰體 後續有可能直接打到這個位置 要強攻這個白棋也是有可能 因為黑棋這邊一厚了之後 白棋這塊應該就很想要趕快欺負他 不過白棋這邊也有一些拖了一些騰挪手段 所以黑棋這邊還是應該擋下 實際上這個拐確實對這邊是有威脅 但是這個左邊打進來還是太大 不過我這一手打 我其實本來如果他打的話 我實戰的時候可能是想要跳 但是後來發現這個跳應該是壞棋 這個應該是可以直接斷上去的 因為黑棋這邊沒有辦法 如果這樣打他自己五顆死了不行 那他只能這樣打出 那我就可以硬打 這個戰鬥看起來 白棋 反正重點是我這三顆只要能走出去就OK 所以這個戰鬥白棋應該是完全OK的 所以那時候實戰黑棋可能發現 哇這邊擋下來好像會被我斷 所以可能也沒下了 不過那時候我其實本意想的是要跳出去洗一塊之類的 但是這個斷明顯是更好 好 那在下面這一帶呢 絕一是認為黑棋這個斑其實也沒什麼太嚴厲 我們那時候被人家斑好像眼光一直盯在這邊 那絕一是說我直接拖完立下 我是比較後面才去走這個拖完立下 因為我那時候本來想的是說好像 這邊被人家頂然後會被擋下之類的 不過絕一這邊變化圖當中呢 黑棋沒往這邊去下 他還是 儘管這邊會被人家斷 但是他還是趕快把這個擋下去 因為這個擋也跟腳上有關係 他這個後續拐完之後一斑 他這邊目數可以收蠻多的 那反正這邊還是得定型 不然被白棋斷一手也是超大的 所以這邊儘管白棋戰鬥是不怕 不過黑棋肯定還是要擋下去 好那我實在這一手黑棋這個斑 絕一認為應該是不好 他這邊絕一是給黑棋推薦這一招蠻狠的 直接碰進來 哇完全是拿捏白棋的棋型弱點 白棋沒有辦法在這種頂了 因為這邊一挖 哇直接爆開 這不斷直接被人家反踢了 所以這被挖的話已經爆開 那所以說這邊只能沾 沾的話呢這個棋型缺陷當然就很明顯了 將來不管說人家尖還是各種 看起來真的是很不愉快的棋型 所以由此反推呢 白棋剛才不應該往這邊去拐 我應該要拖才對 實在有點忽略掉 黑棋這邊有一個可以單靠進來的搶手 不過黑棋這個板被我實戰這個打出來 這邊跟我實戰下一樣 黑棋可能就是稍差一點 那絕一是推薦說 黑棋還是應該把這個斷掉了 斷掉完之後衝 所以這一下不要多打 不用多打這一個 那就直接單衝下來白棋力 好那回到實戰 實戰這樣是被我整個度過的話 好像白棋就比較緩過來了 他比較沒有被黑棋的衝擊到 那另外剛才這邊 黑棋這個又被我一打 好像眼中釘一顆在這邊 然後就變得比較難圍了 左邊就很難圍 很難圍控 那另外黑棋這個衝上來這一波呢 被白棋吃掉 那如果說他比較難對我右下這塊 再產生夠強力的衝擊的話 應該就也比較不便宜 好 那走到這邊 絕一認為我這個去斷是ok 但是 這個實戰我那時候也是拚一把 因為這個斷的話 右下這邊顯然是會被黑棋給強攻 但是 這邊絕一他推薦黑棋是走這個 大飛起來 那 我實際上本來是以為說 黑棋有沒有可能直接震過來 不過 這個也挺搞不清 那他這邊推薦的是大飛 我就直接尖 尖完跳出 也是蠻直接了當的 我趕快跑出去再說這樣子 看起來好像黑棋 也很難把他 把白棋完全吃掉 那這樣剛才這一手斷收穫就非常巨大 實在黑棋是在我斷的時候 左邊還花了一手 這打穿靠 那這邊絕一是推薦我直接把他搬出了 我直接搬出 那黑棋這邊 他可能覺得也不好硬 他是下面先滾一包之後 還是走到這個大飛起來攻擊 所以 這靠被我搬出 反而勝率還降了 那我實在是直接在下面這邊動 決議認為黑棋這個度過沒有問題 那我這邊好像沖完甲也不見得說真的有那麼舒服 決議是說我可以直接單走這個大飛 我這個大飛就看起來 你看這邊只有兩個大飛 看起來好像連接都沒有很完整 但是問題是黑棋真的要來衝擊的話呢 譬如說你衝擊這邊好了吧 那我就可能後續先飛你一下 你這邊死了只吃這個也不行 飛你一下 然後後續這邊就有一些支援了之類的東西 那如果衝擊這邊呢 那我可能就這邊什麼飛一飛 又跑出去了 所以 這邊 或者說 這樣飛好像也不一定好弄斷喔 所以黑棋要弄斷的話可能 也得要斟酌 那剛才這邊黑五 他是從靠著這邊來著手 去想辦法弄斷白棋 不過這邊白棋看起來 斷的好像還是就打吃立下 因為我來斷好像打吃立下 這跟實戰有點類似吧 好像白棋也是能處理的 我打算立下 然後這邊也有個跳出 白棋應該是能處理的 所以 這邊他走一個大飛 好像雙大飛好像還不錯 實際上我是衝完甲之後 那這邊決議後續還是推薦我走一個飛 因為實戰這個跳 他好像打在這邊是不錯的點喔 因為這樣子的話我如果只吃這小坨不夠 因為這樣子我這邊多了好幾顆了 被全吃不行 所以他打在這邊會稍微累一點 那決議剛才我看他推薦的這首飛好像不錯 我就是這樣飛 我後續一間 這一個花就死掉了 你如果說從這邊來衝擊 那我就 好像跟著你走兩下 你如果只吃這樣子我是一間 那你吃的也沒比我多多少 我好像還是不行 我只是隨便擺擺 就白起肯定也有更好的下法 那或者說 你如果走這個 那我可能也靠一靠 只是 如果說能夠等價交換 那黑起還是不行 所以 那決議他這邊黑二 一定沒在局部下了 這邊退 那白起還是可以立完一團 這局部攻殺來講 黑起是慢一氣的 我這邊黑起自己還是欠一手 也還欠個斷 所以走到這邊 其實白起局面就相當不錯 那麼黑起最後實戰 是從這邊來做衝擊 不過我這首單利 應該是OK 那看決議一下 看一下決議這邊的變化 他是用長的 我實戰這邊是多沾了一下 那決議這邊是直接跳出來了 那黑起沒敢再衝斷了 那這再衝斷肯定不行 就一沾之後 那這邊要殺 這邊也會打死 所以不大行 那這邊決議的變化當中 黑三 他這沒敢衝斷就衝出來 那麼白起就斷上去 所以白起這邊算是海闊天空了 那兩顆還含在嘴裡 所以黑起大概攻不動 回到左邊補一手 之後洗上面 這樣的話 可能局面比較有得下 就還比較漫長 因為他這邊還是有圍上 那白起這邊 雖然活出了 不過鎖得也有限 黑起拿到一個線索 如果把上面給洗掉的話 其實局面還是挺搞不清 還得看收官 後續我這邊衝的時候 來看一下絕頁變化 那黑起這邊 他是長完之後 再多長一個 實際上黑起直接擋住了 那這邊多長的話 後續白起衝完一下之後 再拐這個 那麼黑起團 白起擋的時候 黑這邊就沒硬了 跑去補中間 不過這邊 右上角這邊一般的話 黑起兩顆應該就不敢要 你如果還全要的話 這一衝當然就死掉了 那如果黑起擋的話 白起就這邊兩顆藥子一吃 那這一塊就活出了 這樣子一走的話 黑起局面應該就比較不理想了 目數可能比較不夠 實戰黑起是直接擋住 那在我這邊斷上去之後 這邊黑起在我長的時候 決議是認為說 在我這邊白2貼上去的時候 黑起應該要這邊併一個 那這邊白4 他是沒有直接來做一些非攻之類的 而是這邊先衝一下 我可能想要預防被黑起給跨戰之類的東西 不過就被黑5給搬過來了 那不過這邊一擠的話 黑起一樣這邊兩顆是不敢再要了 但是他透過這邊也是可以去做一些夾過之類的 不過這樣子走的話 應該白起局面還是相當不錯 那如果說黑起度過的話 那白起就回到中間先走幾下 還是說就直接衝吃之類的 那可能黑起還是局面比較不利 好那實戰的話就是 這個他跳這一手沒有注意到這邊被我 靠完一跳加 那黑起5顆就跑不太出去了 這邊黑如果直接衝的話 直接被我擋的話 剩兩氣不行 那如果是衝完打這個呢 那兩邊AB鍵盒連不上 如果打這個再斷打 再衝還是都沒用 白起就跟著照應 黑起還是跑不出去 所以說這邊被我靠完一個跳加之後呢 黑起就比較不行了 那後面黑起也就比較沒有什麼機會 好那這盤棋跟大家看到這邊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